威德培養鄉民的運動風氣 豪嘉義運動的鄉民有機會來表現 憲義鄉全鄉運動會 現大基盤流來頂張 開幕這天 團統的正義和團統的紀念競賽 去應大陸的鄉親共同情來參加 觀眾口秀課全港參加 並且表示 運動風氣輸教主席來培養 感謝憲義鄉公所和代表會 專立支持 各隊的提供運動 請兩位選手走上我們的聖火壇前 第七十三個信鄉全鄉運動會開幕 由世界抗手道比賽金牌的天心兒 以及建立國手股東樂 單仁會背手來點頭勝貝 又穿了三首官民打扮外敲政党 為鄉運勞在開場 新共中站這間 隨後辦發獎金 讓天心兒股東樂 兩位結束的提供選手 後來可以繼續努力 為南北為台灣進攻 我們參加這次祥運 然後想要藉由這次機會 可以鼓勵 總部市的郭景 國小的學弟妹 然後不要放棄 然後第三個順利是我們的 建立大家就是堅持下去 即使你再怎麼不相信 堅持你的想法一定會有成果 在新一鄉 這個在近幾年來 不只在體育以及在球類 以及在競技的項目 也都有非常好的成績 漸漸在國際賽 也非常有得到一個非常好的表現 所以我們公所 未來會繼續來編列 提高預算 包含一些的獎勵金 來提供給這些優質的 認真的 向內的體育選手 繼續來鼓勵支持 新疆全共運動會 對了一般的電競 救了一定項目 最初的就是 團統紀念的競賽 包括團統賽制 拍檔照鏢丁丁的團統項目 其中的團統會是這次 竟是全部落出動的電影 中民勝大流熱 全天參加的 冠軍可笑話 留意猶豫 清新前來為大家加油以外 也強調 所以是這次的電影 竟就很了解 環境的地上 也就此 可以取消團生 外面文化 要非常的感謝我們全鄉長 還有代表會全力的支持 在鄉內的各種運動的活動 從這個運動的風氣的培養 不只是要從小開始 而且呢要灌輸到全鄉都有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風氣 要培養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的一個成效呢 已經在我們的國際的體壇上面 完全的展現出來了 包括我們去年的不管在亞運 或者是在今年即將要前進奧運的 都是我們信義的選手 那在這次傳統記憶競賽季 最實際的活動中 那我們看到其實今天許多的選手 不管在進場 日報的話 他們各項的一個表現 其實都能夠充分的展現 我們信義鄉的一個特色 以及我們原鄉的文化 為不會用鄉民運動風氣 讓他要運動的鄉民有機會表現 並且交流和傳來正義 信義鄉全鄉運動會 每年都是新大基盤 留在頂上 今年竟是基盤了六天的國行運動比賽 典現信義鄉民 在要運動的好表現 記者見聞說在彭埔道